好久没巡查啦 听说最近又有不少坚持与努力 今天看看能不能抓几个 这第一个正在拉队友 面前应该是被他击倒的一个 暂时不清楚他有问题没 但是看他这穿着 一个皮肤都没 就挺让人怀疑的 也不是没有皮肤就让人怀疑 只要是没皮肤 开的几率会更大 南边不远处还有人 他往这个方向去了 啊 是我卡卡卡了吗 刚才怎么突然加速了 哈家伙 这副枪法有点秀啊 人急的走位 无敌战神的枪法 看他爬上集装性 远处的怎么打 牛啊 不开镜 直接击倒 对面的猪仙了 国际视频到这就 啊 这 这他们要是个大黑耗子呀 刚才那波突然加速 还以为是卡了呢 完了 他被拉起来了 对面的肯定要倒霉 他们已经包围过来了 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已经出了到这里了 先是一波妖射 爆头了一个 又是一个探头开镜 爆头了另外俩 最后一个队友正往这边赶 最后也没能逃脱大哥的魔爪 你看这防区的 只要露一点就没极为反抗 还有在海里的 大哥开局直接来过 这堵桥的更是不在法下的 甚至大哥过来还想掏平底锅 吓得对面直接跳桥 哈哈哈 现在已经确认的有千里眼 还有自描和加速 看看这打人 基本枪枪爆头 他这个好像是新型的科技 可以想加速的时候加速 想停的时候瞬间停 哈哈哈 你看 这直接就停到了盒子旁边 他把握的非常精准 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行了 直接先抬了 再来看下一位 这家伙应该是想阴人 楼下的俩应该还不知道危险正在来临 跳下来打倒一个 这波没问题 另一个还在修行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王牌好几星的局 WOW 总是有一点会玩的 现在准备二打一 现在还是不前停 但是没扛住 这波也没啥问题吧 但是下一波我就知道 他为啥会被举报了 好 家伙 我归对面上来都懵了 所以就只能气的举报了 下一波 来到了龙石城 又击倒一个 视频到这就没了 这个人是没啥问题的 估计就是被刚才那个气的举报了 下一位 啊 原来在飞机里的时候不是坐着打 看到这个人没 竟然是站着的 这把是新地图独家村 看样子应该要跳科技馆 刚强的都喜欢开机往那里跳 死了还能复活 先看看这位没啥被举报的 啊 又是不开镜打人 而且还打得这么准 再看一波 我去 那人还没落地呢 就被他淘汰了 蛤 这人应该是客户精的 他就没打三眼 下来就不停的拿人头 这地图一共就三十多个人 他自己打了二十吨 真牛 无情 透视 4秒 直接抬了 但是下边这一个 确实有点拿不准了 你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问题 同样也是跳的科技馆 下来刚捡到枪没击倒 楼下的以为他上楼了 但他跑的楼梯来了个回手套 击倒了一个 此时他直接下来走右边的这一根 刚才落地就钢了一波 知道他在 这是没问题的 反应也不可以 又击倒了一个 但是注意下面这波 他捕人的时候 为啥枪口直接抬上去呢 对一个四十多米的这个打了几发 这也不知道是巧克力还是拉啥的 看他其他几波 好像没啥的 最后这波也正常吧 枪法好像没啥问题 然后视频到这就没了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嗯 我给了一个不确定 交给其他人再看看 继续看下一个 啊 这个 特面的 又是大黑后的 哎呦我去 看看这速度 跑得比摩托车的快吧 看看这个人 还躲到车后打药 打个四一下 都跑他后面的 前面这俩 倒是挺有骨气的 第一个击倒的直接自雷了 看到房子里的这个们也在拔雷 知道打不过也不能让这小子拿人头 直接也自雷了 够勇 这个也直接排了吧 最后希望大家还是闻名游戏 你看看就啥意思 还被人问候 行了 下期见 拜拜